没头脑和不高兴 这个组合也太可爱了吧 一个是丹蒙弟弟 一个是臭脸哥哥 弟弟傻乎乎接过少主公不想要的东西 还好奇的看看 你还是赶快看看你阿兄的眼神吧 少主公 这豫昌郡主的生辰宴 咱去不去 人家可是专门托人送来请柬 生怕你家少主公不罚你是吧 自己去领市军宽 为什么要领军宽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你手里拿的什么自己不知道吗 你若还想留着自己的屁股 就挽住你的手 我说老弟你手那么欠干啥 脱着一手干嘛呀 是啊是啊一点不懂你少主公的心思 为什么要想笑出来闭嘴 你笑什么笑 我没笑 少主公都不敢笑你说你凑着热闹干嘛 少主公说你笑了便是笑了 快闭嘴巴一挥又给你石军棍 不过少主公 你早查到这堪余图藏在万府何处 自己去取便是 为何还要费这州长 还平白欠成四娘子一个人情 你是永远不懂你少主公的想法 少主公是觉得如让我们给搜出来 那万将军便得担上藏匿看于图的罪名 但倘若是让万老夫人借成四娘子的手 将图赠予我们 那便是另一回事了 多和你哥学学吧 少主公的心思一清二楚 你的伤是何人为你包砸的 啊 成四娘子包的 这小女娘好胜利啊 又是血家又是残肉的 也不曾害怕 你这胳膊不如断了 是成四娘子为你包砸的 是 是啊 是 少主公是不是生气了 二兄 我是不是又都做什么事了 你说那少主公还伤着 他心爱的小女娘去给你包砸了伤口 你这胳膊与其包砸 还不如断了 我该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弟弟 想说就说 少主公带伤来救成家四娘子 一算人之一尽 为何还让大兄一路互从他前往华县 也就你能问出这个问题 毕竟是华县新县城的家具 这一路以来 是否还有樊昌残暴不止 自然要小心一些 就这样 当然不是这样 但是你觉得他会告诉你吗 现在樊昌长功夫了啊 居然能够把你们少主公伤得这么重 陛下未免太太去樊昌了 少主公不是被他伤的 是他自个儿说的 快别说了 干什么 说到底怎么回事 少主公本是领命攻打在华县的樊昌叛军 叛军否定又听闻新上任的县城 未曾前来接任 恐气突中遇险 因此又折返相救 才耽误了建商 还是对哥哥来替少主公找理由 不是听说新上任的县城去了新县吗 既然你们家少主公要去救清县县城 那顺便在清县就可以疗伤啊 少主公压根就没去救清县的县城 她是去救县城家的女娟 快看看你阿修的远神吧 女娟 对 就是那个被救的小女娘给少主公拔的剑 那小女娘手上又没轻重的 少主公又忙着追拿樊昌 我的傻弟弟哟 你是还想挨军棍吧 这才当我的孩子